大家好 我是高壽曉宇 如果最近大家沒睡著都知道 日本有挺有名的舞蹈團隊 統一的小丸子頭 日式女學生校服服裝 來了香港表演 他們這次這樣一來 嘩 真是整地發生 搞出了一些事 原本好地地在香港表演 都沒什麼 得到不少香港人的支持讚賞 沒多久之後 他們居然在IG上 表演跳中國鬥音歌 科目深 嘩 香港不玩這些 這些是中國風格 所以很快地被香港人不斷腐皮 有個公關災難 搞到他們要刪片下架 然後轉跳打著英雄傳 平息民怨 在這件事之前 這對人在訪問中表示過 來到香港想和成龍合作 看到這對人的行為 舉止只能說 一切皆因日本和香港有嚴重時差 起碼幾十年 他們為什麼會想和成龍合作呢 因為幾十年前日本人對香港的印象就是成龍 當時一說Jacky Chan 那些小姐妹妹就會知道香港 當時成龍在香港一個很大的文化書出來 很厲害的 香港之光 因此 就這樣令到他們覺得 來到香港 想和成龍合作 應該很穩陣 能夠討好香港人 不會得罪人 但事實上成龍在香港 過了氣 他的年代 一早完結了很久 這樣回答 是無法討好香港人的 日本人做事出名很小心 是不會有心激怒人 他們這樣說話 都是戒因 和香港有嚴重時差 不熟香港 才這樣說話 很多日本人一說香港 都還是說成龍 這對人不是唯一 說日本和香港有嚴重時差 真的不是亂說的 表演跳科目三 這下又是個好例子 神掛麥玲玲 叫他們跳科目三 他們就跳 真是不懂的 完全不做資料搜集 別人說什麼就做 你去中國都還可以 在香港講粵語為主的地方做這些事 算了 這些就是不了解香港 對香港沒有什麼認識 所以搞成這樣 講起對香港的認識 這方面 韓國就好過日本了 叫你來香港那時候 都起碼懂得 在香港近期少少 新一些的歌來表演 起貼街 這些就真的沒有什麼時差了 日本就 不過也都 某程度反映香港 自從成龍那期之後 再沒有什麼很厲害的文化輸出了 真是比以前弱了很多 現在香港 姜濤那些咯 唉 現在香港時下流行文化的東西 不像韓國那樣 稍微有留意一下 真是不知道的 By the way 這對話貴為專業 沒有者知道這首這樣的歌 都仍然選這首歌來跳 不知想怎樣 這首歌其實很低俗 整陣土味在這裡 很香下山歌feel 這樣的歌都選來cover 嘩 真是 Anyway 敬一次獎一次 今次這件事 當是給這對東西 一個教訓 讓他們知道 香港不是這樣的 科目三這些東西 上去上面 香港不流行這些 啊 講開又講 中國大陸流行的東西 通常都很低俗的 很久之前就什麼 小蘋果 接著就 學貓叫 現在就什麼 科目三 唉 真是不知道他們 睡覺 睡覺 OK